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八卦理事会 我是主持人佳莹 近日46岁的顽叶疯狂接戏的是在网上传开 有人甚至晒出了她的剧组中的照片 身穿古装却略显臃肿 许久不见的王燕曾经是无数人心目中的女神 而当看到那一张照片时 又不禁唏嘘 感叹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过去 甚至还有人调侃说 现在的王燕出乎意料的撞脸了贾玲 女神形象碎了一地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荧幕上的王燕依然还停留在当年的秦格格身上 这么多年过去了 唯一多了一个豪门扩胎的标签 46岁的年纪对于她来说 本应该过着相夫交子 紧一玉食的豪门生活 何苦要出来瞎折腾自己 事实上在嫁入豪门的23年里 人人都只看到她表面的幸福 却从未感受到她内心的苦 1997年可以说是王燕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很多人不明白 年轻貌美的王燕 为何会在事业起步阶段选择了嫁人 有人说是为了钱 毕竟在那个年代里 嫁入豪门是每个女性最希望的归宿 可事实上并非如此 之所以会选择嫁给大一轮的富商王志才 是因为爱 1974年出生的王燕 从小基本上都是父亲带大 母亲总是上夜班 以至于晚上都有父亲陪伴 父亲是个操汉子 做不到妈妈那么细心 就连冲奶都误把盐当成了糖 更不要说孩子晚上闹腾 心情如焚又无从下手 好在父亲拉了一首好提琴 王燕听着音乐才安心 以至于很长一段的时间里 王燕对父亲有了很大的依赖 后来受父亲的影响 王燕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专长跳舞 从小学到中专再到大专 王燕把自己身上的舞蹈天赋 发挥到了极致 不仅仅拿到了许多大奖 还被美国某学校发邀请 让他赴美读书 不过最终他选择了拒绝 一个是因为年纪太小 二个是因为自卑 王燕的嗓子在幼年时 因为父亲的疏忽 把盐当成了糖 冲进奶里 导致声音非常粗犷沙哑 别看他练就了一身的舞技 可外表坚强之下 内心曾相当的灰暗 曾经在上学时 哑嗓子的他遭遇了不少同学的嘲笑 因为童年的这种经历 他看似完美胡靴 实则内心相当的缺乏安全感 21岁那年 王燕从胡岛学院毕业 此时的他已经在荧幕上 路过几次脸 拍了梅花烙 地久天长 烟索重楼几部戏 虽然戏份不多 算是踏进了演艺圈的门 可是偏偏这个时候 老是把年长12岁的富商 王志才介绍给了他 原本心中极不情愿去见这个人 可是还是选择了妥协 第一次见王志才相当的尴尬 和很多人相亲一样 没有话题可聊 到最后分开时 彼此都没有留联系的方式 原本以为就这样结束了 可是没有想到王燕的一次生病 让王志才才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原来这一切又是他老是偷偷报信了 可是这一次的相遇 王志才的细心与温柔 让王燕的态度大转弯 或许是因为从小对父爱的依赖 也或许是内心缺乏安全感 所以对于王志才 尽管大自己12岁 但内心深处却十分温暖 但在一起绝对不是因为钱 就这样王燕和王志才相恋了 之后王燕对王志才便忌忌不舍 跑去澳大利亚陪伴他左右 同时自己也修读了英语课程 两年后王燕与王志才在澳洲注册结婚 所有人都以为的一脚踏进豪门 是王燕最好的归宿 虽然有点可惜 但是却是最完美的选择 可移入豪门深四海 打偏向容易坐江山南 王燕的豪门阔态可没有那么简单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从23岁开始 王志才澳大利亚籍华人从事房地产 拥有京城多家房地产公司 客户有名的王府警金钱报自助餐厅 也是他的家业之一 至于他其他的资料一无所知 王燕与王志才相识时 对于他的背景也是了解甚少 后来才知道王志才有过一段婚姻 关于他的前妻从未报道过 但是他与前妻的儿子王硕 在娱乐圈那可谓是人人知晓 号称京城四少的王硕 曾与多名女性传出过绯闻恋情 逐牛蒙蒙周迅 他曾掏出巨资力捧牛蒙蒙 还买下了几百万的模型送给周迅 出手相当阔绰 据可惜后来年轻气盛 把刘涛的老公王科干了一架 还被查出XD 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在王硕嫁给王志才的时候 王硕才15岁 所以对于继母啊 王硕是不放在眼里的 而这一切王硕都得审在心里 除此之外 他还要面对的就是满清皇族后裔的婆婆 暂时不说这个婆婆心念是否很坏 但是作为皇族的后裔啊 遗留下来的传统陋习绝对不会少 尽管王硕曾经在节目中说 他和婆婆十几年都没有吵过架 可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一定受了不少的委屈 如此复杂的豪门家庭 对于王硕来说本身就不容易 可是自己还得兼顾自己的演艺事业 翻开王硕的履历 不难发现他这么多年来 几乎没有脱离娱乐圈 每年都会有一些作品 虽说都是一些不起眼的配角 可是他乐死不提 事实上他是一个被婚姻耽误的实力派演员 当年胸腰拍《还珠格格》第一部的时候 就找过王硯 可是当时他婆婆生病需要照顾 所以推了这一部戏 而拍《还珠格格》第二部时 剧组再次找到王硯 他还才忙里偷闲的参与拍戏 很多人说《还珠格格》里最惊艳的 就是王硯的秦格格 小燕子太闹腾 紫薇太柔弱 唯独秦格格温柔大方 知书达理 气质优雅 所以如果评选《最美之人》一定是秦格格 因为这部戏 王硯自己都没有想到会火遍全国 喜约更是堆成了山 于是我们看到了《清禾绝恋》中的《万秋林》 《武林外史》中的《白飞飞》 《少年张三丰》中的赵玉儿 《无敌县命》中的宁香 原本是很好的发展机会 可是碍于家庭的缘故 王硯只能挑选少许的剧本 2006年王硯怀孕 为了孩子他只得暂停演艺事业 把重心转向家庭 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王硯的大半心思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毕竟王硯成为了顽固子弟 一定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也变成这样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王硯这个亲生儿子 求求也不是一个省心的主 带孩子的那两年 王硯还写了两本育儿的书 《完美妈妈》和《求妈育儿手记》 本以为王硯是一个育儿高手 培养出来的孩子一定不差 但是没有想到 求求的一举一动震惊了所有人 那一年 王硯带着几岁的求求上了一期节目 没有想到他完全不给王硯面子 在节目上大大吐槽自己的妈妈 他说 如果王硯摔倒 自己绝对不会扶他起来 相反 如果王硯才摔倒 他一定会赶着去服 他还说 爸爸一次给他几万块的零花钱 王硯给的只有一两千 不仅如此 他还吐槽王硯花钱如流水 语气充满了不屑 最让人惊讶的是 求求当面还骂王硯你这个猪猴 如果说是别家的孩子 巴掌早就打到这个小屁孩的屁股上了 但是从未想过 这居然会是王硯的儿子 他说 子不叫父之过 很难想象把孩子培养成小霸王的王硯 是如何写出两本育儿书的 有一个网友曾经说过一段非常有道理的话 找对象 一定不要看他是否有钱 而是要看他和亲戚的品行 因为基因决定的一切 虽说有些片面 但是也不无道理 坏孩子的家族里 一般都不止一个 基因决定了下一代的性格 王硯如此 求求意识如此 好在童言无忌 这么多年过去了 在王硯的耐心指导下 求求的性格改善很大 也变得懂事许多 记得去年三月 王硯参加了王牌对王牌 展示了儿子送给他的母亲节礼物 一份工整的毛笔字书法 另外还有儿子的一小段视频 视频中 求求表达了对王硯的感恩 以及希望他能够开心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还发誓自己一定会成为一名男子汉 当看完后 王硯一度情绪失控 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不难看出这些年里为了求求 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很多人说像王硯这样的豪门扩胎 根本就不用拼命拍戏 简直就是找罪受 王志才在北京的豪宅 王府世纪 开门就是紫禁城 价值上亿 这一点他都不需要自己努力 当年这座豪宅曝光时 网友们纷纷发出感慨 天哪 王硯家就在紫禁城旁边 那英的东山别墅和王硯的异比 简直是茅草房啊 可是这么多年来 王硯一直都没有放弃过野艺视野 他曾说自己如此努力 是希望给孩子树立榜样 即便是没有王子才的依靠 他依然可以养活自己 所以46岁的王硯虽然美人耻目 可是内心那一颗拼搏的心 还未曾老去 很多人都说女人嫁入豪门就是幸福 可是豪门就像是围城 外面的人想进去 里面的人想出来 有多少人为了挤进豪门 头部血流 又有多少人进了豪门 受尽委屈 最终人才亮空 人这一辈子不可能实全实美 也不可能无忧无虑 很多外表光鲜亮丽之下 隐藏的心酸痛苦 也只有自己知道 曾经有人说 王硯当年如果不那么着急嫁人 会不会有着不一样的人生 更或者会不会成为一线的大明星 其实我想说 即便是他不住豪门 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因为他不是一般人 他可以靠得住自己 有资本和实力的女人 任凭风吹雨打 就一定不会输